希望你们能够在爱里包容 原谅我曾经让你们感觉不舒服 虽然我完全不能来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们都觉得这些很委屈吗 我还有跟小甜甜联络吗 那是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接触吧 谢谢大家 小甜甜任被家暴 时重点一次看 白家骑橙蛇蝉美人脸书被关爆 为你写事为你情志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宋一鸣昨天选在结婚20周年 开记者会念说明稿不给提问 表示已透过这4个鞠躬礼 对所有受到伤害的人感到抱歉 欸都或许小甜甜是没下载到这张万用道歉图 怒发了5000字揭露教会恶行 并贴出保护令控诉遭到老公耸先生家暴 白家骑也被指为教会帮凶 女生人设一系崩塌 脸书直接被留言灌爆 你就是黑家家 当天小甜甜请宋先生帮忙洗衣服 我教了他三四次 此时宋先生突然暴怒 反过来坐在我的身上徒手揍我 小甜甜表示 宋一鸣阻止他报警 你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传出去了 你的事业就毁了 我们是在救你 千万不要报警 就在小甜甜执意报警后 吴东彦白家骑阻止他去验伤 他们夫妻俩在警局外等到我结束 把我直接载回家 要我跟他们一起访识个祷告 白家骑告诉我 其实祝福一直要进来你们家里的 但是你自己不愿意原谅 柔恕放下 这是他个人的状况 基于教会的立场 其实 我们不可能把 慧众弟兄姐妹们 私底下的生活 有哪些状况公布于是 就在他们都以为没事之后的某一天 宋先生收到法院寄来的信 他马上派给吴东彦 小甜甜因此开始被教会指责 不听话就是魔鬼撒旦 私生活有极大状况 持续跟还留在教会的宋先生 一直妖魔化他老婆 让我们夫妻一直失和 甚至认为需要继续教训导正我 他们用爱感化我 劝我我完全不听的 知的就是这件事情 他们说陪我无数个夜晚 其实就只是三个夜晚而已 小甜甜写到 陈伟玲有一个提问很令人傻眼 你要够宋先生 有问过米苔木吗 有经过他同意吗 纵使宋先生打你 你也应该尊重他才对 他才打你一次 才一次 才一次 到底有什么不能原谅 今天如果是三四次 我就不反对你提高了 听60%的 我就阿弥陀佛了 一起发光和GoodTV 一起制作的戏 他们说啊 需要献给神看的 不能让有官司的 或是不好的形象的人参与 也就把我换掉了 但是嘞 打人的加害者 却在这档戏中被重用当场物 后来还参与演出 这样是对的 是公平的吗 是何神行义的吗 宋一鸣确实有说 我跟GoodTV筹备十年的戏 全被你毁了 今天你是遇到信主十年后的我 如果你遇到十年前的我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小甜甜指控宋先生 向媒体放话销售十公斤 其实照片是四年前 根本还不认识他的旧招 虽然法院伤害罪保护令已经下来 但是因为还是夫妻关系 宋先生有权不离开 最后在阿Ben 徐小可 林丽菲 以及公共协调下 才顺利将宋先生先带回家住 对此小甜甜希望获得道歉 但宋先生的回答尽是 我没再打你第二次 就是我对你最大的道歉 被问到跟宋先生反局婚变 是否已做好离婚打算 小甜甜透露 看教会那边什么时候 愿意让我先生正常的跟我沟通 因为他真的是被邪教彻底洗脑控制 至于是否希望白家琪夫妻给个道歉 他则说不在乎了 我已经揭开我的伤疤 说出所有实情 两人所属经纪公司坦言 家琪和东彦就是劝和不劝林 或许有些用语 施主没办法接受 就是公亲贬施主 我们没有偏袒谁 这些关心的耳语 别人要怎么解读 见仁见据 我们不认同家暴 也希望所有的夫妻 在关系冲突中 都能够给彼此机会 多加沟通 让夫妻关系和谐 彼此都能够回到起初的爱 你是人不是神